良好的生活習慣 和健康的飲食才是有效的妨礙 主廚今天要做的是 夏天很適合的涼麵 對 涼麵 而且我們用櫻桃來做 一個天食涼麵 櫻桃天食涼麵 對 現在的那種 我們會使用到櫻桃 番茄 白葡萄 所以你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用這一些 可是事實上你去吃沙拉 常常都會有這一些 在你的沙拉裡面 所以那個時候 你就不覺得奇怪了 對 可是你弄麵就很奇怪 不會 有一些它是放一些 泥麥去搭配 對 一樣是澱粉類的 這個我們今天用的是天使麵 所以它煮的時間 你可以看包裝上 通常是2分鐘到5分鐘之間 你可以去斟酌一下 你喜歡的口感 對 這個我們直接把它下鍋 你今天特地選這種麵條 的目的是什麼東西 因為它比較適合做冷麵 冷麵 如果像比較粗一點點的義大利麵 它適合去炒 然後吸收醬 所以它這個比較 它因為吸收這種冷的醬 你剛才放鹽巴 對 我放了一點點的鹽巴 我們在燙義大利麵 一定要放一點點的鹽巴 為什麼 因為義大利麵才會跟 等一下的食材結合在一起 不然你換義大利麵沒有味道 那一般我們下鍋也是這樣 真的喔 燙麵條也是要加鹽巴 我煮維利炸家麵的時候 不會這樣 那這邊我們有三個步驟 一個是把麵燙好 另外我們把海鮮 我們今天準備了一些海鮮 中卷 對 這個把它加進來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蝦子 蝦子 對 這個你可以自己斟酌一下 你喜歡的海鮮 魚片 干貝 你都可以把它拿來稍微拌炒一下 對 這邊我們就不調味了 對 一個是麵 一個是海鮮 另外我們要來做一個醬汁 醬汁 這邊的醬汁 我們先把水果櫻桃 加進來 新鮮的 對 新鮮的櫻桃 新鮮的小番茄 把它加進來 這顏色非常好看 很漂亮 再來就是白葡萄 白葡萄我通常建議 你可以挑選那種五指的 五指的 所以你就不用在那邊挑了 吃起來口感比較好 再來就是花椰菜 燙熟的花椰菜 燙熟的花椰菜 然後這邊 我這邊有蔓越莓跟果醋 但我有事先先把它泡過了 因為蔓越莓它的口感比較硬 所以我事先把它泡過 泡一個晚上 泡一個晚上 對 泡一個晚上 那這個把它加進來 開始拌是不是 對 這個你要自己斟酌一下 就是那個鹹味 酸味 你要自己斟酌一下 這邊稍微調味一下就可以了 稍微調味 再拌一下 對 OK 素欽 你怎麼看這道料理 為什麼可以防海 我們剛才說 我們希望不要不好離去 所以我們要做好防海 這三個東西有 先從花椰菜開始講 大家都知道花椰菜 是十字花科的蔬果 十字花科的蔬菜 裡面富含有機硫化物 所以一直一般認為說 它可能有些防海的能力 如果你想換一些東西吃 除了花椰菜之外 包括你平常用的 就是小白菜 青香菜 芥菜 包子 甘藍 白蘿蔔 都是其實平常可以多攝取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包括蔓越莓跟櫻桃 其實它們的特色就是 第一個 你看它顏色非常鮮豔 所以它們符合很多的植化素 像是花青素類的 就有抗氧化的能力 抗氧化能力加豐富的維他命C 這也是我們日常保養用來 遠離癌症一個很好的選擇 OK 海鮮熟得很快 對 海鮮熟得很快 然後義大利麵其實也差不多了 大概三分鐘左右 其實你看包裝上面的時間 它給你一個參考時間 大概就是中等的 就我們去吃拉麵 不是可以選擇硬 硬 然後軟 硬面 軟面 對 你可以自己稍微加一分鐘左右 去調整 看你自己要多硬 對 沒錯 然後這個撈起來之後 我們稍微過一下涼水 過涼水 對 稍微過一下 讓它稍微 就是那個溫度降下來 如果你不喜歡這麼涼的食物 有些女生不喜歡 你可以直接下去 直接放下去 放下去它會變得有點 溫溫熱熱的 把水盡量瀝乾 瀝乾之後它比較容易 吸收到那個湯汁 把它放進來之後 再來就是海鮮 海鮮嘛 加進去 這海鮮可能沒有加任何的調味 對 因為我們這邊 已經有調果醋 然後還有一些胡椒鹽巴 然後把它拌勻 對 拌勻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拌勻之後 這道幫你妨礙的料理 就完成了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訂閱加上開啟小鈴鐺喔 就能及時收到我們的最新影片喔 請訂閱加上開啟小鈴鐺喔 然後是輔員會帶了